竟然嚣张地打断特种兵妻子的双腿 等齐昆仑赶到后还是晚了一步 看到妻子受伤严重 马上让手下带去医院治疗 自己则留下来收拾恶霸 想好怎么死 你不能杀我 然而不到几秒 齐昆仑就放倒了恶霸的手下 恶霸只能跑过来乖乖求饶 恶霸这次很自觉地扇自己耳光 等齐昆仑赶到医院后 却看到妻子被人丢在走廊上痛苦不堪 乃至护士却说是骨科主任 把主治医师给拿了下来 原来因为妻子得罪了当地最大的非恶势力大森集团 他们的老总为了报复女人 不仅勾结恶霸打断双腿 还要所有医院不给治疗 医院主任因为拿了大森集团的好处 当然会唯令是从地把女人丢在走廊上不管不顾 主任听到这话哈哈大笑 然后嘲笑齐昆仑赞打跟聪 齐昆仑看到妻子危在旦夕不小和她争吵 于是马上安排手下从外面找医生过来 当主任知道后 马上就嚣张地说道 风头烧不上架下有哪个继续感 可是主任哪里知道